在一阵充满浓厚原住民文化氛围的舞曲之后 2019A PLUS创意季活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文化部文资局为了鼓励年轻族群的台湾新鲜人 投入文创设计的工作区块 每年都会举办A PLUS创意季活动 2019年5月10号上午的记者会中 文资局还特别邀请艺人黄指教 担任活动主持人 还邀请泰国创意经济署署长 曼谷艺术大学设计师 一起参与创意季的开幕记者会 选试政府强调新南向政策的文化资产交流 A PLUS创意季2019请启动 十年有成十年传承 预祝第十年的A PLUS大成功 2019A PLUS创意季 有来自全台湾24个学校 43个科系学生参加 总共有1530件作品参赛 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24万元 希望鼓励大专院校学生 结合文化资产跟设计领域 传承文化资产跟设计技巧 文字局长施国龙表示 今年的创意季已经迈入了第十届 所以才特别邀请泰国艺术文创团队参与 前来推动泰国文化资产现代设计展 以传统工艺 家世家居 风格生活 时尚资品四个展区 让大家体验传统 跟现代交融的文化能量 未来我们的文字元期 第二个十年里面 怎么样是把文化资产 里面的元素 跟我们的文创集团在一起 那么今天我们最为期 泰国呢 对于要是说 泰国他们的文化创意的设计 他们是一体的 也就是一条龙的 文字局长施国龙表示 今年的Aプラス创意季 除了加入了泰国的文创元素之外 也把十年来得奖的部分作品 规划一场世代创新成果展 举办国际专题讲座 鼓励文化创新 世代交替一棒接一棒 让台湾年轻学子勇于创新 再创台湾设计王国的光荣传统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导 此外 此外 我可以做一下 我可以做一下